这件物件为什么叫豆 您别误会 并不是因为它远远乎乎的像豆子 而是这种高脚的容器统称为豆 除了青铜之外 还有法郎豆 青花豆等等 也不全是球形 这件青铜豆特别之处 在于它是两件套 上边的盖子翻下来就是个容器 有人猜测说 这是一个盘子一个碗 吃饭的时候有这么一件就全齐了 说这话的人可就露怯了 首先高足豆是礼器 祭祀用的 说白了就不是给活人用的 其次 商周时期的豆只能用来装肉食 至于萝卜白菜大米饭 您都得靠边站 一盆多用 攀吃文寿耳剑 接下来出厂的这位 跟前几位相比 个头最大 功能最强 内涵也最丰富 我说的就是这件 攀吃文寿耳剑 青铜器除了名字怪 文室的名称也特别复杂 比如这攀吃 您知道是什么角色吗 站稳了 我告诉您 它是龙的祖先 够大牌的吧 至于这容器是干什么用的 您得拿笔记一下 内容比较复杂 放上冰 它就是冰箱 赶上天热 还能当空调 注点水 它就是浴缸 但是青铜材料 散热快 保不起古人 就爱洗凉水澡 还有一点 差点忘了 起早之前 趁着水清凉 还能当镜子照 如此一物多用 看来早在商周时期 咱中国就提前进入 节约型社会了 人以稀为贵 纠杖首饰头 说了那么多 锅碗瓢盆 接下来给您看点新鲜的 就是这个 拐杖头 拐杖 为什么用一只鸟来装饰呢 既不为美观 也不象征权力 而是代表一种祝福 戴这种头饰的拐杖 通常是西州政府 颁发给70岁以上 老人的一种荣誉 正所谓七十古来西马 确实值得鼓励 而鸟这种鸟 吃的东西 从来不会被噎着 所以将鸟 装饰在拐杖顶端 用以祝福老人 身体健康 吃麻麻香 远离消化不良 康前盛世的时候 不是举办过几次 签走宴吗 这饭后的压轴戏 就是颁发揪头拐杖 手持揪杖的老人 是极受人尊重的 生活也有保障 曾经有人叙述 抗人战争时期 济南人民生活 如何贫困 就描写了一个 手持揪杖的老人 流浪街头的场面 话又说回来了 这揪头拐杖 跟免死金牌 上方宝剑不一样 长寿的人多 皇帝多发几根 也没关系 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家 腿脚又不利了 咱也就不用怕 他们仗势欺人 违法乱纪了